嗨 欢迎大家收看 不爱就散方玉律师 你好老师 37度 38度 不会更热了 所以尺度就到这里 这个尺度是指175那件事吗 不是吗 是这个他围进来 方玉律师看到我的漏肩 对 我说这也是第一次漏肩 不会不会 下次呢 当我们的订阅户到一定的量 我相信方老师会觉得 尺度还有一点空间 那是连续剧的男主角 会下的承诺 不过我很高兴谢谢大家 因为最近一次我看的那个订阅数 已经突破这个6000了 希望大家继续推荐给你的朋友 你觉得如果 我跟方玉律师聊的 不爱就散里面的很多 不管是讯息啊 或者是经验分享 你的朋友可能会喜欢听的话 也推荐他们可以订阅 开启小铃铛 对 因为我好多周周的朋友 就是都有在看啊 就是我已经忘记他有没有订阅 但是他们几乎每一集都看 他们有两个心声 第一个心声是方老师在这里特别可爱 哦 本性 他说好可爱 然后第二个就是 他们有一些很多共情的地方 就共感 所以看了都哭 我说哈 这样 因为对我们来讲 本来好像是一件很普通的一件事 就是我觉得 好像我们就周遭就这么一件事 但是其实在真正走过那个创伤的人 他看到之后其实是 就是真的掉眼泪 所以他就跟我聊了很多他自己的事情 他说他不好意思 我又开始说自己的事情 但是这对我跟方老师的起心动念是很重要的 其实不爱就散 原因的就 一开始起头就是在一个陪伴 然后一个支持 跟分享一点点不同的观点 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个观点当中 找到另外一个视角 也许我们就会觉得说 其实你这个状态下是可以走更宽广的路 可以找到你自己的生命出口 对 所以很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因为有几次啊 有一些你们的留言 就直接分享自己这样的一个生命经验 我觉得对看的人来说 就像方月律师讲会很有共感 那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呢 它是一个才发生一个礼拜的 算是要时事题吧 我跟方月律师说我们来谈一下 因为在我们化妆间呢 进去的时候 包括我们化妆助理啊 我们书化 对每一个人呢 谈起来其实都很有想法 就是女星连静文 她跟大家分享也揭露了 她原来是被一个 设在台北的诈骗集团 是台北的 她后来警方破案了 然后她呢是在疫情年间 在网路上认识一个 在上海的一个男子 然后这个男子后来就成 是一个网恋的对象 但从来没有见过面 那这个男性呢 就跟我们这位八点党的 一姐女星说 等到疫情一结束 我们就可以见面 那我们大家讨论最多的 不在于她最后 被骗了三千万台币 而在于说在中间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她可以在透过在网恋上面 进展到 互称老公跟老婆 然后因为要一起携手 共创美好的未来 这个是这个男性后来被发掘 他在网路上的这个用语 所以这个女星呢 就拿出这么大一笔 相当在台北可以买 这个一层一个房的三千万 然后让她去投资 那当然是骗了以后就 这个人就消失跟蒸发了 就是说那个男的拿了三千万 三千万三千万 那后来但是破了以后发现 她骗了不止连静文一个人 对但我也觉得 她愿意揭露这件事情 对很多人来说 帮助很大 因为她是有知名度的 你看在网路上点击的时候 就会想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那我们大家聊起来 其实都有想法 疑惑跟意见的原因是 可能我不晓得是不是世代差异 但也不见得 因为我们化妆间里面 像我们的书画助理 因为年纪都很轻啊 二十几岁 他们认为网恋会 恋到这个地步 会好奇 第一个就是 这个女主角 她是在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生命状态 然后第二个 这个年代 谁不口若悬河 就算你不口若悬河 你也看过很多 虽然这个男的 再口若悬河 但为什么可以透过言辞 把一个人的心 整个都挖去 你知道吗 就是说有一次 我记得在跟几个朋友 在聊天的时候 就是说如果假设这个 我讲第一个 这个人每天都会给你祝福 每天呢就陪你聊天 我也是觉得 这是我列的第一点 对 然后呢 第二个呢 对你所有做的事情 都说表达感谢跟感恩 然后呢第三个 她永远在赞美你 你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人 然后就这三个 当时我们还列了十个 也就是说诈骗的人 她大概也会有这三个 就是说在网路上 会骗感情的人 就是爱情骗子啦 然后第四个再给你看一个 欧巴的这个照片 就是说她是长这么帅 好 那她让你进入了这个 虚拟世界的时候 有这个思想 我跟你讲 这个骗子 好不要讲骗不骗 你买不买 就是我跟你做一个爱情交易 对我跟你讲 而且我觉得我的标准 我的标准更低 因为至少防御律师跟朋友 还头头是道 讲出了三点分析 比方第三点 我刚刚马上点头 就是她永远给你 祝福跟赞美 其实我全部归纳 我只有一点 我在化妆间跟他们聊 我说她就是个 以毒必回的人 这标准是很低 她永远都在乎 你现在的感觉 以毒必回 而且以毒快回 因为她就是等在那边 等你上钩 所以可能你马上 删一个讯以后 她很快的 就会给你一段话 不是给你一个笑脸 或是一个很廉价的图案 或者是敷衍你 那个通常都是你另外一位 之类的啦 对 所以我就觉得 综合来讲 我觉得理会 第一个最低标准 有人理会你 然后第二个 有人倾听你 第三个还就是 刚方御律师讲的 她倾听之后 她的回馈永远是 鼓励肯定赞美祝福 对 所以这个检讨到 我们在人际关系上 我们是否太少给予别人 这一种心灵上的力量 对 所以突然出现一个 就变得很珍贵 对 然后你知道 当这几个诱因都在的时候 我就问了 我旁边周遭的女性朋友 这样的情形 你会不会觉得会被骗 她说会 而且还蛮甘心被骗 对 就是说 至少人家不是骗你一辈子 骗你三千万 对 就在这个情境下面 你会不会愿意 开始去建立一种关系 那我的答案也是会 对 然后这件事就有趣了 因为刚才 老师就在跟我在录之前 我们就在聊说 方玉你有没有这个例子 其实是有的 那我先讲一个 你是骗财 对 是有的 就是我快快的把这两件 两个小故事也跟各位分享 就是说 当然我觉得网恋这件事情 在连静文的事件当中 大家可能开始纷纷讨论 那我现在是不是正是一个被害者 正是一个被害者 是不是开始怀疑了这个关系 那我必须讲说 这就是一个虚拟世界 那最常见 实际上是暑假了 那好多的孩子 都是在暑假期间内 就是透过网友的方式 在谈恋爱 或者是爱情公寓里面 互称老公老婆 所以它本来在网路的 这个虚拟世界里头 就是一个常态 那我曾经遇过一个 看过一个案例 应该讲是案例 这个女性呢 她也就是说 她跟在香港 我记得那个是在香港 她就说 在香港的这个老公啊 这个男朋友啊 就是她说她要回来台湾 要来台湾 她真的来了 他们前面有一段网交 我说交网的交 有一段网交 那这个香港的男朋友就说 我最近可以来到台湾 所以有现身 有现身 那有现身 你就觉得比连小姐好吗 也没有更好 因为她就讲说 那我要办婚宴 好 她可是说因为我前 所以她马上就这样跳到来 然后办婚宴 办婚宴 她说 可是我的婚宴呢 不知道到底 到底这个片 会不会是比较诚恳一点 跟那个比起来 因为她有出现个血肉之躯啊 是啊 是 然后第二个还跟你办了婚礼 这个婚礼是真的现实的 她说 可是我现在钱被卡住了在海外 她说那没关系 这个钱我来付 那这个就进入一个情节 通俗情节了 对 通俗情节就套路了 就套路 对不对 然后呢 后来她就在一起说 我们要共同经营 我们自己的婚姻嘛 那这位女性其实是非常有钱的 她是一个贵妇啊 所以呢 她说要投资什么钱 她说我要去做什么样的事业 她说我支持你 她说可是我那海外的钱 一时半刻回不来 那没关系 我支持你 所以这个钱 还是这位女性付的 后来她就 隔了大概快半年吧 她越觉得越不对 你钱怎么 还没从海外回来 那这个已经是夫妻了 对 夫妻了 结婚了 结婚了 好 然后呢 她就觉得越来越不对劲 感觉上 她也不是她所称的学历 也不是她所称的 就破绽越来越多 破绽越来越多 那这个男的其实也拿了一大笔钱了 那这几个女的觉得 我应该是被骗了 后来 她真正发现被骗是 她发现她的账号 在另外的那个网友里面 继续在老公老婆 同样的手法在复制中 所以她全是说 哇你太离谱了 她是看到了这个 她用了她的账号 因为夫妻嘛 她看得到 原来她还在骗别的女性 而且也拿了不少钱 因此她就到了法院去告一个 叫撤销婚姻 说她是被诈骗 而且在告的当中 真男的继续在骗别的女生 她还完全没有警觉 还没有脚底抹油 赶快溜回她的 对再捞一笔 捞一笔 她就觉得 这个人的智商也是有点问题 对于整边人发现了她的问题 一点都没有 没有那个雷达 就是可能她太专注的 要多方撒网 多方骗钱 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 她去骗人捞多少就捞多少 你不会觉得吸睛也是类似吗 所以这个男生 他开庭他也没有去开 就法院就用这样的证据 就判了一照辩论判决 就用离婚 判决 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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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可不可以进一步的判决 有他判赔200万 那这个人有没有在法院审理期间 就逃回香港了 就失踪了 为什么会一照辩论 我就是讲 他提告他根本不怕你告 他重点是钱 所以呢 他就看 撤销婚姻了 对 他婚姻撤销掉 但这个男的呢 还是重复的在骗 好 这个就跟连好姐有点类似 但是他有一个 你说什么 血肉之躯的 对 但看起来出现的话 意义也不大 对 只是加深了他去 设下这个骗局 加深他的说服力 其实在最后 我觉得 连静文他这个故事 还有很多人会觉得 同情他 因为 通常这个套路呢 他的 一开始说我缺钱 有很多所谓在 网路上认识国外的人 他会说我缺钱 所以没有办法来看你 或是我生病或什么 但这个人 他的虚与尾仪里面 前面让他投资太币 然后形式上放了一点耳 就是让他获利 然后后面就用 其他投资的谜 就是这个套路 其实他是会有一点局部的变化 所以像这种变化 你看我刚才讲是血肉之区出来 这个是让你尝到一点甜头 也就是诈骗集团 但是他以爱情为诱饵 那这个爱情里头 揭秘了信任关系 以至于我们在爱情里头 在信任关系里头 我跟你讲 那个眼睛真的是半遮半壁的 是 而且 因为我觉得女性的情感附属里面 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质 是牺牲 牺牲奉献 对 因为我不是男性啦 所以我没有办法在这里去 体会跟了解 那我所了解的 我的女性朋友的情感经验里面 我看到的牺牲的这个部分 他认为是 他对于这个情感的一个态度 对 他觉得对爱情 对于所爱的人 你都不能付出 这怎么会叫爱情 所以我觉得这是在好多的 女性的特质里面 为什么在爱情骗子这件上呢 我觉得女性特别是会发生的 当然男生可能也许 也是有这样的经验 如果有话 我新闻里面都还没有看过 就是男性在网络上被骗的 不管是这个骗色还是骗财 我的新闻经验 我都还没有看过 真的喔 我有看过 那你看过吗 有耶 他们都用什么直播主是吧 就是抖内有没有 好多的男性都还去借钱来抖内直播主 可是我觉得那关系又不一样 你自己要记情于直播主 而且你要知道这个直播主 本来就是一对多的 OK 对对 至少他知情 对不对 对对 但是他就拿了不少 那或者是说 我要 就是我愿意跟你结婚啦 或者是我愿意跟你交往 你要给我一个栋房子啦 那事实上他就脚踏好多条串 这样也不算是对吧 你看为什么我们在化妆间间聊这么多 我本来说 方越律师我们今天加一集 我们小聊待五分钟就好了 我现在那对面牌子已经是十二分钟了 所以我们下次再聊 我希望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一个时事的case 但是如果发生了 我们还可以下次再聊 嗯 嗯 本来就算下次再见 拜拜 按赞 不要忘了 按赞 然后开启小铃铛 订阅 订阅 谢谢我们的这个导演 跟我们的执行制作 谢谢提醒我们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